即使在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 应该是团聚的日子 但是战友都是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我们这边可以说是一天都没有歇过 一直都在坚持抗疫 昨天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一点 想跟战友分享的就是 这一位大概30多岁不到40岁的女士 看到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宣传之后的话 尤其是除了提到扇伟健的这种罪行 他对于疫苗这块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他说他没有打疫苗 我说那您认为COVID-19是人造的还是自然的 他很坚定的跟我讲是人造的 我说那是谁造的 他说是China 我说不是China 我说是CCP 我说而且扇伟健就是CCP的死办 紧接着这个问题就说 那您打疫苗没有 他非常坚定的跟我讲 他没有打疫苗 这个很自然的我们就握手 当他知道我们是灭共的时候 他直接脱口而出就说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参与就来开心 但是紧接着呢 因为他的父亲坐在他的副驾 那我就问你的父亲打了 后面到了他说many 但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 意识到中共制造的这个病毒 越来越多的意识到疫苗 实际上是真正的生物的武器 而且他的后排做的就是他的孩子 他跟我们讲啊 我的孩子也没有打疫苗 所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 昨天呢有一位夫妇吧 他们就是看到我们在这边抗议 他们就把车就停了下来 他们就问我们 是为共产党在站台 还是你们是反共的 那我就跟他讲说 我们是反共的 而且我们要灭共 然后他听了就非常的钦佩 然后他就说 哦那我跟你们是站在一起的 然后他就拿了我们的传单 我们的传单